披心待遇的出发为了千里之外 争分夺秒的搜救 台湾前后派出了两批搜救队和搜救犬 飞往土耳其的震灾区 伸出一臂之力 要救出更多的好消息 因为我们没有忘记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 土耳其搜救队不远千里飞来台湾 带来了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 救出了压在瓦砾堆下的人 来自土耳其的艺人吴凤说 其实土耳其人更记得 在921大地震前的8月17号 土耳其7.4大地震 造成几万人丧生 台湾二话不说挺身相救 19岁 1999年的时候我非常的清楚 台湾的那个单位嘛 刺激单位 本来在签过去土耳其帮助 很多需要的人 我们就发现了台湾人都没有忘记 这次土耳其大地震 土耳其大报每日承报报导 各国救援队伍出发前往土耳其救援的照片 就包括了台湾的搜救队 美国CNN报导国际池源土耳其 也看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一同出现在新闻画面 当地灾区除了天寒地冻 救援不易 参与救护的北荣等医护团队 这次带上最大量的医疗物资 就是眼药膏和眼药水 因为抢救现场漫天尘土 带着防护面罩也照不了 避免感染眼药水和生理食盐水 是两大支柱 台湾和土耳其 同处在地震带的难兄南地 此刻有难同当 地震天摇地动 感情屹立不摇